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文老师 欢迎收看李文老师APP今日课程介绍 如果你是第一次收听或收看李文老师的课程简介 那欢迎你 李文老师每周一到周六在空中与各位同友相会 不除了介绍付费课程的纲要以外 也介绍APP里面新的功能 或者是增加了什么故事 增加了什么重点 好 像今天呢 这个礼拜李文老师打算在APP增加一个叫笔记网 有六个单元 那目前还得跟工程团队呢 他们在有些小bug 也就是说你是iPhone手机的话可以下载 但Android手机呢 目前还得等 等多久不知道 从一天到两天到三天 都有可能也许这个礼拜 因为他们在解决一个小小的bug 因为你们还不能下载嘛 可以看得到 好 我们可以看今天的付费课程 李文老师大力推荐这个课程 一天一篇文章 就发现长时间来会学的效果比较好 今天要学的文章呢 说文解字叫Re-assessing flu shots 在这英文的话 Flu就是流行性感冒 Shot就是打针 所以字叫不要疫苗季节到了 尤其你打开 收音机会听到 开始要打针了 Assess叫评价评估 到底打针好不好呢 所以又众所分Ё的说法 我们看assess这个字 Надо 你会发现 大当评价评估的意思 interpreter assess 名词是assessment 评价评估 所以egree operative 代表重新评价评估 你会发现我怎么背这个字的呢 我把它分开来背 第一个是iness 第二个是ess 我讲a比e大 a跟e也不一样 所以有比较的感觉 所以assess叫评价评估 有没有同一字呢 有同一字叫evaluate 名字evaluation 那因为它是免费版 我就没有把它写下来 让各位知道 刘老师讲解单是有我的方法的 那评估流感季节 到底打的针值不值得 这叫reassess 我们可以到网络来看更多的内容 这样学习的资料更棒 我们先看字典好了 字典assess assessass meansassessment 他说to judge or decide the amount, value, quality and importance of something 来决定某个东西的数量 价值跟品质跟重要性 我们看说 the insurers would need to assess the flood damage 对啊保险的机构呢 要评估啊 这个洪水所带来的破坏 才能知道理赔多少钱 the flood damage 这样可以了解assess 现在发现呢 我们在透过这样的学习方法 因为很酷很炫 希望你能体会啊 看起来没什么 这个字典光的也是花钱卖来的呢 好 在我们看下面的 今天的一会儿 当然要介绍的是obsess complex 跟mania 好 我先把mania挑出来 我们特别来看什么叫mania mania mania在英文呢 这个字呢 相反词叫depression 这样你猜得出来什么叫mania吗 mania叫做 a very strong interest in something which fills a person's mind or use up all their time 他们整个大脑里面的装满的都是这些东西 好非常强烈的兴趣啊 这边有举例句 why why you startmania for exercise 为什么对这个运动呢 突然有强烈的兴趣 好 李文老师打开这个google 干嘛呢 我记得在我们家附近呢 曾经开过一个叫coffee mania coffe coffee mania 不过呢 这个老板非常的特别 他本来经营餐厅 后来 呃 现在餐厅都不好经营嘛 好 咖啡 我看师大 应该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 你看coffee mania 好 他说 这次在师大厢内遇到了一个料理属王的caffe mania 不但五平大里面的欢乐跟欢笑 不过呢 啊 某些原因 后来师母跟我就没有再去了 coffee mania 好 那边的咖啡呢 是我一晚上敢喝的咖啡 因为晚上呢 我可以照堂睡觉 可所有的咖啡呢 我几乎喝了在晚上都睡不着 好 所以这叫coffee mania mania就是狂热的也是 大罗门可以说林莱峰 mania 对不对 林莱峰叫什么呢 我们叫Jeremy Lin J-E-R-E-M-Y Jeremy Lin Jeremy Lin mania 所以你看到要狂热呢 还有影片可以让你参考 对不对 Jeremy Lin 好 所以Jeremy Lin mania 当然你们最近常用的字叫做lincredible 对不对 好 不过这边还有用法叫什么 teensanity 一切都是团队 团队才能让他得分的呢 好 所以这边我们探讨的mania 你们发现到 听我讲完这些字你也比较好背了 如果觉得林文老将讲解好背 不要犹豫哦 一个月才100块钱 好我是用乐透的心态来做的 不过乐透呢就一个人受惠 clean老师这个课程呢 人人都可以受惠 我也可以受惠 好 今天的单字王呢探讨了文章 叫gay marriage victory 好 不过我们现在看这个叫advocate advocate这个字呢 来自于两个字拼装起来的advocate 如果你探开来看会发现到呢 他是来自于vocal v-o-c-l 因为我有单独讲解嘛 就没有停留太多 vocal就是声音 vocal chord就是声带 好 我们来进到画面 因为有画面 你再背东西是比较好背的 所以我们来看vocal chord 再加上photo vocal chord 声带 你们看到哦哦 声带出现了 对不对 靠那种聚合的声音来发出声音吗 对不对 好 哇 有更细的东西了 你看我们只看到 tong是舌头 vocal chord是声带 其他我完全不知道 哟 所以你看到 人有206根骨头 有多少个肌肉 多少个位置要背呢 真是难道不得了 好 这边还有侧面图可以让你参考 vocal chord 叫声带 所以advocate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而发声 为什么而大声疾呼 我们从字典来看一下吧 advocate 我觉得我有打错了 所以OK 我们来调整一下 找到了 他说 to publicly support or suggest an idea 公开的支持或建议某种看法 development a way of doing something 所以比如说 she advocates taking more long-term view 他建议呢 大声即会采取个更长期的看法 这下面也是我推荐的 he advocates the return of capital punishment 他大声疾呼啊 他主张呢 回归死刑的刑罚 capital punishment就死刑啊 so advocates advocate 我们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嘛 advocat大声疾呼 for dogs 你看他有人专门为狗狗发声呢 大声的为狗狗团体来形容说 我们要治疗他们什么的疾病啊 像这边就有 the most complete all-in-one parasite protection 很多寄生虫的保护 就是不要让你狗狗生病了 advocate not only treats parasite infection 帮助你治疗狗狗的寄生虫感染 把monthly treatment 每个月头治疗 保住你狗狗不会生病 所以你看advocate advocate 好 当然还有喵哦 etofate for cats 还有for喵族的 好 同样一个机构呢 哇 他有狗有猫 所以这样可以了解了 大声疾呼 为什么而主张呢 好那下面如果你感 如果想了解什么叫单字王啊 单字王就是林文老师 把大概10到20个单字 讲解过之后 你在看文章发觉 哎 很有趣 看了单字 你单字会想起来 那个什么意思 这样学习是一种方法 为什么 学习方的不要只有一种 多种呢 才会保持那个 学习的乐趣跟新鲜度 所以书文解释是认真的 林文老认真的讲解 New York Times的文章 大部分都是他的 然后一混淆单字就把人生当中很多字的用途的不同来一个一个为你一组一组的为你做解释 单字王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解释 刚才有说过了看单字的说法 好 那今天的那个单字卡呢 我讲解的单字是建造建造动式construct 平时construction在 荧幕上呢就可以看到construct construct建造 这边可以看到很多内容哈 这是今天你看到单字卡很多的内容 construct construction 其中是constructive 好 你可以去参考他的内容 这叫建造 unders construction施工中 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站上面看到呢 这个网站施工中呢 所以有个人呢大概做工作的动作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有没有看到under construction施工中 随便很好背哈 你看under construction施工中 所以你看很多图片可以让我们参考 这样背东西是很快的 学东西嘛 不知不觉就学起来了 好 林文老师呢 每天的讲解时间也不断的在加长 希望帮助各位同学学更多的东西 好 我们来进到德国明镜报 这是朋友 这是网播推荐的 我后来后来发现我也爱上了这样的一个媒体 德国明镜报 他说progress in Athens 在雅典呢 其实是有一个进步的空间了 好 我们来看雅典 雅典我们进到百科全数来看雅典 athens 最近这个国家的问题呢 非常麻烦呢 好 我打成了雅典呢 对不起 Athens雅典 看这国家应该是要出来了 哦 雅典 雅典应该出来了 只不过这个东西 他不让我进来 OK 好 这是雅典呢 不是雅典呢 重新搜寻一下雅典 应该就可以了 哦 应该打什么东西 你知道吗 打 Athens Greek 这才知道 这是希腊的有些古迹 在Akropolis 但这个国家并没有机会去看 要 这是雅典 你看那雅典的这个都市 看起来就是这个都市呢 只能靠观光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往下面看 所以雅典呢 现在有曙光了 Progress in Athens Troika 什么意思啊 就是那个反尊节的团体 Deliver positive report on Greece 提出他们的看法 这边你看看他简单的叙述 Greece's international creditors have finally filed their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country's reform efforts According to the top eurozone official Jean-Claude Juncker The document is largely positive in term Still No final decision had yet been made on the payout of the next charge of the aid Greece so desperately need 哇 干这个字念了卡卡 这个A是帮助 现在希腊迫切需要这个帮助 So desperately needs 所以他们现在欧盟在评估吗 要不要给希腊这笔钱 那评估说蛮正向的 所以叫做 呃positive report 好 所以现在结果怎么样呢 不知道 好 反正因为希腊迫切的需要这笔钱 这个Troika就算实施的单字 我们要尝尝看文章才能懂 Troika Troica 我们进到维基百科 你可以知道他内容了 Wikipedia 好 有打错字 不完美 真棒啊 这个谷歌呢 直接帮我做修正了 好 叫Troika 好 他可以指出很多的意思 好 嗯 在这边的话 我就记得在希腊有特别一个特别的定义 好 我现在找到这个网页 你们看一下 Troika is a committee 是一个委员会 Consisting of three members Origin of Troyka comes from the turning Russia 最早是来自于俄语 Used to drive three horse harness carriages 三马 有马具的一个马车 And often horse drone sledge 或者是马托的雪橇 所以他可能是这些高峰会议吧 应该指的是三巨头可能的会议 他们决定最后呢 要答应是否 呃 对于他的希腊的评估正向 要不通过最后一笔纾困案 所以这样才比较了解了 好我们看今天 另外李文老师要介绍的东西叫BBC 好 BBC新闻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内容 所以EUROZONE Mule Finance for Greece 大家都对希腊最后再想要不要提出呢 解决 这边说EUROZONE FINANCE MINISTER Are to discuss whether new funds can be issued to Greece to help you avoid bankruptcy 你这边只要知道 bankruptcy是什么意思 破产 After MP, SPAC and austerity budget Austerity这个字你才会在新闻上常看到 就是紧缩方案 那李文老师我们被这些东西干嘛 其实看文章就是一个吸收着跟了解嘛 慢慢看慢慢学嘛 你看他说 China are more foreign investors 中国大陆现在希望更多的外国投资 学英文是一点一点慢慢的了解 我们再看那个华盛顿时 华盛顿资料 好 我刚好看到一个印度的日本的消息 我可能是放在另外一个位置 没 好 那就算了 好 那最后我们再做收尾 稍微的话 我们要看看就是好文章 今天我看到这就是好文章 有做更新耶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我把文章拿到中间来 这样你们看到 他说 13 ways to de-stress 什么意思啊 人生的压力可多了了 listen alighten the load and feel like yourself again 后面你没看到 the load 指的是重担 减轻重担 感觉在成为你自己 are you feeling tired frustrated overloaded overwhelmed 哇 你看overwhelmed这个字很重 are you easily stressed out or irritated by the little things 你看很多的网站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对啊 李文老师每天好忙 很多网站都跑不完 所以白话一点 是不是有觉得体力耗尽啊 同时有苦恼困扰 被小事情啊 我们就看一个字 overwhelmed 当做今天的免费课程的收尾 overwhelmed 如果你翻开字 就发现到这个字 我高中联想的想法是 over 是至上的概念 昏 昏过去的感觉 overwhelmed 有压昏倒的感觉 他这边说 defeat someone or something by using a lot of force 强而有力的力量 来击败某人 他说 government truth have overwhelmed the rebels am seized control of the capital 政府军呢 就占领了这个首都 overwhelmed 还有很多说法 你看下面就是 他说 they were overwhelmed with grief when their baby died 他们婴儿 这个走的时候呢 他们极度的悲伤 又被打昏过去的感觉 叫overwhelmed 所以代表说 你们觉得 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一个 责任感或压力 所以他说 才会讲说 lighten the load 减轻你的压力 发现了文章 不会太难背 这样可以越学越多 好 那林文老师 最后呢 也希望你能订阅我三份 三份的课程 一个叫 说文解字 讲解文章 一个叫 单字王 看单子 讲解单字后 你再去看文章 第三个叫 一混摇单字 我用群组的方式 我也可能也不有做介绍 如果你觉得 每天听我这样讲解 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请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养成习惯 投资你自己 投资林文老师 你发现 大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林文老师 在明年一月呢 会成立Google家 Google家里面呢 会放一个叫 知识财经圈 我讲知识为主的 然后再来 财经跟英文为辅的 来看更多的资料 大家同步成长 每年可以看到 更多的进步 但是 是开放就会员 才可以进来的 所以还有很多的事情 开始要往前做 然后林文老师的APP 从4月份到现在 也差不多有六七个月了 一路往前 每天更新一张单子卡 所以除了你在享受 林文老师辛苦后面的同时呢 请认真考虑 投资自己的课程 投资自己的大脑 做对的事情 林文老师每天 会帮你挑选两篇文章 好 那你就可以 不用太大 太费大的力气 慢慢了解 你发现时间久了 你可以自己慢慢看 更多的文章 在大家更多的共同分享 我们得在知识文章上面 得到的智慧 好 今天的课程介绍到此 欢迎你来信 也可以把 林文一梯小老师聚明的点看 来放进Facebook里面 寻找林文老师 常常我每天丢 七到十篇以上的 图家墙的文章 我们空中再次相会 拜拜